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伏鸟啊伏鸟 你是要告诉我 羊手不肠了吗 千变万花戏 为时有机 化为一物戏 又何足还 是 陛下 不过是一只鸟在叫 哪来那么多的意思 陛下深夜来访 如生假意 受宠若惊 就这么一只鸟弄得贾博士悲天创地的 这可不像贾博士 贾博士 你在怕什么 真的是因为那只鸟吗 陛下 起来吧 陛下 我真的不明白 我哪里做错了 假意我 怎样 接着说 假意我 命若草惊 不值一提 假意恳求陛下 能明白臣子的心 假意死后 陛下若能不弃臣的政见 继续实行 增大汉克星啊 假波士严重了 那些老臣们 也就是想给你些颜色看看罢了 你以为他们真的要杀你 假意 无心害快城侯 可是 快城侯 却因假意而死 陛下 假意愿受重殿之刑 陛下 随朕来 陛下 接 对 假博士 这两件兵器 你喜欢哪一件 这个短棒还带条链子 此物虽造型奇特 但却黯然无光 扭扭念念 迂回不前 非君子所用 陛下若认假意选 假意喜欢此剑 此剑面露清风 锐地无比 乃君子风范 朕就知道你会选择直来直去的兵人 好 贾博士 你执此剑 朕就用这扭扭捏捏的怪兵器 你若赢得了朕 朕什么都听你的 包括你要想行的证件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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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折杀假意 假意真真的不敢啊 假博士 你刚才不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劝谨朕吗 此刻倒怕了 假意 大人假意 护驾 慢 退下 谁敢来打扰朕与贾博士 就按七军罪论处 假博士 谁敢来打扰朕与贾博士 就按七军罪论处 假博士 假博士 朕可没用劲啊 不然你的手腕早就断了 甲布施 再来 砍剑 撒手 小博士 如何 陛下龙威 甲义难及一分 甲博士 你观朕这暗淡无光 扭扭捏捏迂回不前的兵器如何 此物虽外形不痒 却又因刃而发迂回得胜之妙 甲义 佩服 甲博士 治国之道 就如同方才的兵器相动 直来直去 锋芒毕露 有时却不如迂回周旋 沉着内敛 朕知道你胸有大志 可治国方略 并不能一蹴而就 操之过急啊 政见的改变 有时需要几年 甚至几十年才能够 你如今已是逆水行舟 步履为奸 如果再如那长剑一般 直刺近凯 盛气凌人 难免会四处受敌 身处困境啊 陛下 臣指向为江山设计尽心竭力 使我大汉更早地昌生起来呀 为设计尽力有很多路可走 你原先的铜窗沉险 在灵石县那个地方治黄抗灾 不就很有作为吗 他也是在为社稷尽力 在操劳 而且朝中的大臣也都很喜欢他 贾博士 朕想让你和陈显一样去历练一下 这样还可以堵住众臣的纷纭之口 你以为如何 请陛下明示 长沙谷是我大汉的南疆门户 那南疆的赵佛虽称自己真心归附朝廷 可他还是时常对长沙国挑衅滋事 借此向朝廷示威 而长沙王无助尚在年幼 来请 你去做长沙王的太傅 协助长沙王治理一方 这样朕的心也就能放下大半了 臣尽遵圣命 陛下 陛下是怪罪假意 只会夸夸弃谈 不做实事吗 贾博士 你刚才在牢中 因看见妇鸟而做妇 你可知这妇鸟有什么奇特之处吗 妇鸟看众生皆是一只眼睁一只眼闭 其是对世间万物都要知进退分寸 双目有睁有弊 这样才能够做到达目的而不损其身 贾博士 学学扶鸟吧 区区一扶鸟 在陛下眼中 与假意眼中却截然不同 陛下 毕竟是陛下呀 你此去长沙 人生地末 诸事皆难 老夫我放心不下呀 请恩师放心 学生前日已得陛下教诲 身觉从前 锋芒泰路 求知太极 此后 必当夺势量力 相机而行 恩 假生能做如此想 老夫 悖绝欣慰呀 陛下 以猎徒帮御士 以拂鸟御人 见解高远 假意深得起义 是 假生 只晓陛下两岁 你可知 陛下为何看人看事 都要高你一筹啊 陛下 贫瘠之忧 之忧 外有 匈奴侵扰之患 陛下是自磨难之中 汲取经验 由亲力恭维之中 动物事事 而假生所悟 大多从书本中来 与事情人心 自然还有脱节之处 老夫还是那句话 朝廷不必输斋 为官治国 也不同于作文写夫 推行国策 一定要多 便通啊 多谢恩师点拨 此去长沙 学生定以陛下 和恩师的教诲为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人江面太冷 物有大金仓吧 哦 不碍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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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大人 你还在想着 密罗江上的三驢大夫啊 是啊 谁能忘掉 幽国幽民的驱大夫 路漫漫其修远兮 无将上下而穷俗 大人 我们楚地的故事多着呢 哪能几天几夜 就说完看完呢 紧仓吧大人 好 老人家 哎 我们现在是不是还在这密罗江上啊 到香水了 香水 香水 对啊 香水 大人是长安城来的 又是读书人 总知道顺帝的两个妃子吧 香水 香君 香匪 香水之神 相传顺帝北去巡视天下 他的两个妃子 从九夷山来到云梦泽寻找丈夫 可是走到这里却听到顺帝 已经先设的消息 他们面对香水哭得死去活来 之后就投入香水寻敷了 人死了 他们流下的眼泪还斑斑点点留在竹子上 此后这竹子就叫班竹了 是啊 唉 来龙 哦 哦 香水 清清香 北流 想必你何人不抓有 来喽 啊 长沙 长沙 好一个乌丰楚运之地啊 南飞燕 北流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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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飞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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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飞 乃允绝身 我护哀赞 这就是贾怡的调区原妇 她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件瑰宝 给中国文学史留下了永恒的遗业 也给贾怡这位2100年前的大政治家 大思想家大文学家铸造了一座历史封碑 终于找到深渊的地方了 站住 两位军业 小人是从程阳国逃出来的 有要事向你们廷尉府大人禀报 什么 那个吴国的助攻没事跑了 你是将军怎么当的 大王息怒 目前该死 你该死 你就是死了 也抵不了贾怡这件事的泄露 给寡人多助兵器 要是再出什么差错 你可就死定了 滚 谢大王不杀之恩 大哥 张帝到了该局反齐的时候了 不如举也不行了 肩胛苍苍 白露为霜 所谓一人在水一方 这肩胛是什么东西啊 回左先王 这肩胛汉人的意思就是芦苇 芦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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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蝉鱼到 不知大蝉鱼驾到 臣罪该万死 左先王 左先王 向来喜爱 汉人的美文美福 就连这老祖宗都 就连老祖宗都吃到肚子里去了吧 臣喜欢呢 不过是些汉人的俗物 不比大蝉鱼 砖号宝剑 铜顶的高呀 是 是啊 我们都喜欢汉人的物件 那也不能忘了老祖宗的吧 臣吃的是水煮扁食 不是混沌 你就等着变成一个大扁食 让汉人包着吃了吧 大蝉鱼 臣早就想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了 咱们一开始 就蔑视汉人的文明和民俗 到今日上场下下 都提不开了 这种变化咱们不能不承认 也已经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事了 他们改变我们 我还想要改变他们呢 变他们个地朝天 是 是 混账 古朵侯的一步 逃跑了 末将知罪 可古朵侯已经被我们击毙了 末将以为 以为怎么样 敢背叛我的人都要赶尽杀绝 这茫茫草原无辙无拦 他们能逃到哪里去 启禀大蝉鱼 他们 他们跑去投奔汉人了 嗯 现就在北地郡 岂有此理 跑到汉人那里又能怎么样 以为我就不能杀了他们吗 可是 大蝉鱼 咱们和汉人和亲这么多年了 这一打 恐怕 恐怕什么 打 好 陛下 北疆告急 陛下 莫独亲任中军 率领十万人马 扑向我北地郡方向 自高祖和匈奴和亲以来 这些年间虽偶有争断 但大体还都能和平相处 此次莫独为何亲率大军来办 老臣接到紧急抵报 匈奴古朵亲王 因争夺蝉鱼之位 失败被杀 他的余部 逃往我朝那城寻求庇护 北地郡郡守接纳了他们 莫独蝉鱼正是弑父沙兄 才得以继承蝉鱼之位 此事出了他的心病 本地郡守处理此事 是秉承陛下广纳四方的旨意 而匈奴人惯会借机寻信 就算没有此事 他们迟早也会来打乱 当年幼贤王骚扰护士 杀我云中郡郡守 朕以和平为念 未雨深酒 可如今他莫独 一遇事端就静子发兵开战 毫不顾惜苦心造就的安定局面 和亲已成虚谈 朕虽不喜战争 但也绝不容许他匈奴如此反复侵扰 此次一定要重兵出击把他打趴下 一趴下就是若干年 陛下 臣愿率大军前往北疆迎战落赌 不 此次战友要亲自率兵 余驾亲政 战友 战友 宫炼 今晚 好香啊 文宠宇的压掉了 回龙城宫去吧 夫人 你已经禁不住折腾了 就让孩儿率兵作战吧 请山医回宫吧 都起来 起来 鼓什么呀 来呐 末将在 把我的这颗牙放到咱们的 最高的塔峰伯克多山上 让它离天神更近一些 让它长成成千上万的 像卧途一样的草原雄鹰 遵命 匈奴人的骨头是铁打的 不像汉人的骨头 那么经不起敲打那么催 你们的铲鱼不会老也不会死 此次出征 不去抢汉人的零罗绸缎 也不去抢美人少女 我带你们抢回那时 大片的土地 一片镜山 走 陛下不会忘记把整个天下弄得沸沸扬扬的假弊案吧 现今还没有查明 也就是说这个隐藏很深的大敌是在伺机出巢 万一踏见陛下出征之机 老丞相说得好 两位爱卿 请过来看 这是朕根据各地派员报上来的奏读 绘制的假弊流散读 你们从中能看出什么 假弊处自承阳国 何以见得 离承阳国最近的郡县 假弊出现得最早 是在三月初 之后假弊流散 随距承阳国之据而言 距越远出现得越晚 陛下看这里 出现假弊已是七月中旬了 陛下 从数量上看 离得越远的出现得越少 越近的出现得越多 可这齐国和承阳国 并没出现多少吗 陛下 二位大人 这是从大山里逃出来的 那个吴国铸臂宫门身的口供 他也供出 那座山里的铜矿 正是在承阳国境内 刘章得知事情拜托 肯定要去反其 这刘章真够歹毒的 陛下 陈院率十万大军 非将他生前来不可 一会儿要带大军打墨毒 一会儿又要带大军生擒刘章 冠老太尉 难道有分身术吗 陛下所言极是 刘章素有楚霸王第二之称 他若起兵 朝廷大军如何打 却不可轻率 更不能陷入首尾难顾之中 朱伯这个老家伙要在就好了 老官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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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的老哥哥呀 急死我了 老夫啊 早就说过 朝中有事 老夫还是要滚 滚 滚 一定滚 快 跟我见陛下去 好 两位爱卿 陛下 两位爱卿快快请起 谢陛下 周老丞相怎么也跑来了 听说陛下要御驾亲征 趁大的事儿 老夫怎么能不来啊 御驾亲征万万不可啊 陛下 那老莫毒 已经不是当年的莫毒了 他要的是我大汉的疆土 已经不是美女和丝绸了 可是 他也不好好想一想 我们老了 他也老了 我和老冠英携手 带上几十万军马 还怕 轰不跑 他老莫毒啊 这 何必陛下御驾亲征的 是啊 周老丞相别激动 朕知道 两位爱卿最忧虑的 就是再来个白登山之围 是啊 陛下 若真如此 我等用何颜面去见先帝啊 战争是要拼武力 更要拼国力 今日的大汉 已不再是高祖初年的大汉 如今人丁兴旺 粮食充足 这是其一 二 正如周老丞相所言 莫毒已经老外 朕正当圣免 论人气 魄力 他都不能与朕相比 三 为帝王者没有战功 是不足以服天下的 先帝敢赴项羽的鸿门宴 敢在兵败白登山中 只身见莫毒 朕 还不敢亲率大军 占他莫毒不成 你们看 南越的赵婆已真心归汉 现已不足为律 吴国怀南国 虽说有怨气 时不时暗地里对抗朝廷律令 但还不至于到剑拔弩张的地 那承阳国的刘张呢 大皇子刘起敬见 拜见父皇 禀父皇 儿臣愿代父皇 与贯老太尉北极匈奴 父皇之管运筹指挥全局 剿灭内患就舍了 切儿快起来吧 谢父皇 只要南越稳定 中原各郡国与我朝廷同心 即使刘张趁北伐谋反 只要派大将守住行阳 就出不了大事 嗯 来我老丞相 固守行阳 需要多少能忙 嗯 十万兵马够了 十万兵马足够了 好 朕一下召北地郡守和张武 命他们坚守北疆 并随时奏保莫毒洞下 冠老太尉的兵马可伺机出击 咸阳就叫车骑将军博招隐空 承阳就由周老丞相为而不及 造成太神压抵之事 啊 怪不得陛下要御驾亲征啊 原来 早已成熟在胸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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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儿 凯然请站 朕甚未知 那就跟随冠老太尉北进吧 孩儿遵命 还有 你们来看 这条 是莫毒亲我北地郡最近的路 官老太尉和大皇子 就设伏兵在此 阻截他们 诺 这 别的事我不管 亲征一事 你一定得听舅父的 啊 你不能去 还有刘章 难道非杀不可吗 只从朱里的前前后后就可以看出 他还是刘家人 他绝不会让刘家天下落入别人手中 如今莫毒已经大兵压境 刘章 不是还在承阳吗 鸟还是关在我大汉的笼子里 既是笼中之鸟 就不要妄杀 要养 要喂 养好了 他会报效你的 哎呀 怎么样 看中哪个美人了 我看这个呀 还有几分模样 怎么 还怕我纳妾啊 你郡守大人要想纳妾 我怕 管用吗 那倒也是啊 明天 你还要带兵去打仗 我看 就早点歇息吧 这纳妾选美人我看就 哎 你懂什么呀 没谁 比这副更香了 好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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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得下破了胆不可呀 嗯 张武啊 打你几岁去 宋昌就教你这连环几支术 我想 你也能把幼贤王打得屁滚尿流 哈哈哈哈 老夫也八十六岁 有点力不从心了 看啊 看到这么多精兵强将 我就放心了 嗯 太委大人 末将以为咱们要打 就打出个狠劲 嗯 把末都打胖 把他打回老巢去 让他再也不敢轻易 禁犯我大汉 对 这一仗 一定要七十大 丁讲多 要打出我大汉的威势来 嗯 末将记下了 嗯 父皇说了 我们绝不要先进国 好 好 好好好 好好好 对 我们全部先进国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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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周伯和伯昭 把我承阳通往齐国和行阳的要道 全都卡死了 传本王令 坚守城门 严查城中行人 传令西大营鲁将军 天黑以后 以寡人的火把为号 准备出击 诺 来人直播 大胆 陛下在此 还不退下 我还要把你帮面 去 快去 快去 你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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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真是神速啊 下招吧 要刘章怎么死 就凭这 杀你十次也不为多 承阳王啊 亏了你那一身盖世武功 朕就不明白了 就为嫌封地小 没满足你的欲望 你就乱造假币 搅得天下大乱 还要起兵谋反 你知不知道 就你这些假币 弄得光是老百姓 就死了一千多个 如果这些冤魂知道 是你害死了他们 他们的唾沫也会把你淹死 臣记得是陛下的不公 对臣不成 朕知道 你为诸女立了大路 你的爱妻和腹中胎儿 都没有逃过那场沙路 世上男儿能有几个有这等胸怀 这等气魄 可这一切不就是为了保住大汉江山吗 大汉江山是谁的 刘氏的 是你高祖打下的 这将才处处有你的份 还处处呢 连个赵国都不封给我 程阳王啊 你大哥和你是高祖的长孙和次长孙 连你们的名字都是高祖亲次的 想者助影 张者大才影 高祖次次大名 就是希望你大哥能助汉室 希望你能成大业 就为了跟赵国 为了跟朕赌气 你就想冒犯汉室的天 甚至想起兵犯这个天 你这么做 对得起高祖 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吗 至于你说死叔对你不公不成 死叔真是有苦难言 大汉就那么多土地 各军国还贫富不得 香儿有了齐国 帝大而富 若再将赵国分给你 又是地宽而富 那别的封王呢 朱吕个个有功 贪心人人都有 他们服吗 换个为之想想 若是你来做死叔的龙榻 你肯吗 如果答应了你的要求 那别人会不会像你一样的闹 甚至闹得更大更穷 陛下 杀了张儿吗 朕不杀你 可朕再也难信你 我刘长儿 我是刘氏的人 父亲 父亲 开往汉帝的右贤王部 遭遇汉军组结 汉军谁认独帅 冠英 冠英可极善用兵啊 父亲 还有更重要的事 什么事 汉人的皇帝也来了 是吗 那个斯文的皇帝 也敢上阵厮杀呀 报 报大山羽 左先王急报 东湖人攻打左先王部 龙城告急 父亲 以孩儿看这场大仗 不好打呀 大仗靠的就是精气神 仗还没开打就切证 看看你们这帮草包 父亲 父亲 你没事吧 你们 快 摔大郡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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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马 快来 大臣晕了 好 父亲 父亲 父亲